龙心乍到,你了解不伪斯班吗? 追途不服,知道去哪儿嗨吗? 清除当地美食吗? 了解怎么规划学业吗? 先订一个小目标,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组织 来UQ科代表,带你轻松往路UQ的学习和生活 你的留学生存手册 龙心秒变老司机 UQ科代表,解决留学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哈喽大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MGTS 7608 Business and Society 然后,对,就是,应该怎么讲 它也是算是UQ的Master of Business的基础课 但是它不是像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它是所有的人都要讲 它有可能有一些,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你已经是读过Business或Management的人 你可能它也不用 可是我想今天有来选这个课的人 应该都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不是 或者你想要总共在这边念两年的Master 所以你需要这个课 那基本上这个课呢 它怎么讲 它有一点点是一个结合了商学 管理学还有社会责任的概念 还有社会关系的概念 它比较像一个文科而不是一个数字 或者说一个很需要分析的科 其实它的核心的这个概念就是 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或者说一种经济活动 它怎么去跟它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 不管是国家阶级的 还是它的投资人 还有它的竞争者 它的各方各面的利害关系人 他们怎么去互动 然后也会牵涉到像是一个公司 它在经营的道德问题 它的reputation 它的名声问题 这一类的东西 是我们会在这一门课 这个学期里面探讨的 好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已经就是看过课本 但是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 老师给的PPT 我觉得他这个学期的这一位老师 他比较重视的是大家对于时事的关心 所谓时事的关心就是包含到政治层面的 包含到商业层面 包含到社会和经济层面的 就是全世界各地在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觉得是他这个学期这个老师 他特别喜欢跟重视的 因为每一个学期 其实UQ他们的课常常是会换老师的 就是你可能上个学期的老师 就是会跟你这个学期的老师 同一门课但是都换人 所以如果你们有问一些学长姐 他们跟你们分享的 的重点的要点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再加上现在因为是 Extendal Merge 连那个assessment的内容都有一些变动 其实这个学期尤其是这一门课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是以前这个课其实是每一个星期要做功课的 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份 有一点像学习单 就是有like三四个short outside questions 你会需要去写它 然后它其实是比较繁琐 比较琐碎的功课 一份就是三分五分 但是这学期就是全部取消了这个 所以你们也是幸运就没有这个烦恼 但是幸运的 另外on the other side 你就需要 你的那两个比较大的作业 第一个是那个三天 就是assay 第二个是那个期末考 你在这两个上面 你就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跟非常的认真 你才能够拿到足够好的成绩 因为你的风险已经都聚集在这两个东西上面 那我想关于那个叫什么算分呢 还有过不过那些 昨天我在Matchment Communication有讲 如果你们同时都有修的话就可以听 然后Blackboard怎么用这些 应该你们在其他课或者老师也会跟你们说 很多 如果你是没有知道这些 如果你想要我再讲 你可以放在那个chat里面 我签前面把这些key points讲完 我后面可以补充跟你们多聊一些 UQ的可能第一个学期的一些 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你想要知道功课要怎么upload 怎么检查 那个我等一下后面再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已经不需要听的 你后面你就可以skip掉 OK anyways back here 这个课程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的环节是扣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 也就是公司嘛 公司有可能是很小的公司那种 也有可能是集团或者是跨国企业 甚至是对就现在因为有非常非常多 形式的公司 以至于他们所填射到的问题就很广 而不是只有说我一个人要创业 要做一个这个买卖做生意 就叫做一个完整的商业活动 就是他成立了以后 你可能会有你的合伙人 就是business partner 也有可能不是合伙人 是你的supplier and retailer 你的上下游也会是你的business partner 然后再来是提供你资金的 可能是股东 可能是投资的人 然后再来你也会需要跟government 跟政府的官员 政府单位有所签就是不是 它应该要叫就是你会需要跟政府 有一些协议呀 不管是好的就是比如说 政府可以帮你在什么法规上面 有什么调整 而同时你也需要缴税 或者说你也需要去支持 某一些政治人物 这个在后面的chapter 它其实都有很细的 就是比如说like political involvement 这种类型的chapter 都会去很深入的讲到 然后讲到这些的时候 每一个学期会给你们的新闻 或者说case study 或者事件不太一样 但是每一个领域进去的时候 我们多半就是要去探讨 说在商业活动跟这些单位 这些层面这些aspects 就是有关联的时候 它要怎么去处理 才不会逾越那个界限 就是有的东西是违法的 它其实是不可以 那有一些东西是 在商业上它是符合道德的规范 这些都会在这个课里面探讨到 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说 我觉得这个课它比起其他的商业的课程 像如果你有说tools and techniques for business analysis 那个就是很分析的很策略概念的课 然后如果你有上那个fim7409 它就是很数字 你会需要一直算 因为它是有会计跟财 就是finance层面的东西 那个就是你需要数字的概念 可是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很像一个纯粹的文科 你们需要读很多的论文 读课本的内容 然后甚至是去读一些新闻 因为尤其这个学期的老师 我看他甚至在就是期末考的时候 他想要考三题选择题 是来自试试 那也就是告诉你 他其实没有一个范围可以准备 但你就是必须要从可能日常的新闻去摄取 或者我觉得一个很好的clue 就是你们在上课的时候 要去听老师特别喜欢讲谁 比如说我之前 几个学期前上课的那个老师 很喜欢举的例子是Volkswagen 他很喜欢举的例子也有Steve Jobs 然后就是你们会知道有一些老师 他会把他的preferences 他的偏好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在他上课的时候听出一个讯息以来 那对我觉得很长在这个时候期末考就会显现出他们想表达 ok anyways 然后除了ok刚刚还有一个第一个那个community没有讲到 撇除刚才前面讲的business partners,investors and government 这三个中间这三个三角形的地方 这个课还有一个很大的算是凌驾于所有东西之上 就是他们很重视community跟CSR CSR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企业责任 昨天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那两篇长的论文也有讲到 他这个课的核心就是他们要去match up 他们想要去符合联合国对于包含社会永续 然后环境永续还有社会企业责任 这些比较怎么讲比较善良比较公益为出发的点 去想我们的经济活动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跟probability跟一些就是利益是冲突的 可是作为这些企业作为公司的一份子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都有这个responsibility 要去要去维护跟要去保持它 去maintain and sustain 然后我先来跟大家讲几个关键字 因为这些字呢在这个semester里面 你会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一直听到 甚至你就会一直把它写进去 那是正常的 因为为什么我会特别把它拎出来讲 就是因为我自己上完这个课以后 随时想到的都是这些字 那第一个字是stakeholder 我知道你们第一个星期的 还是第二个星期已经就是讲了这个stakeholder's approach 然后stakeholder's它 basically就是所有跟你的公司 你的商业活动有关的任何一个connection都叫做stakeholder's 所以最直接的就是你的顾客 你的consumer 你的government 你所在地的那个政府 你的shareholder 你的股东 然后可能还会有你的竞争对手 可能还会有你的媒体啊 当地的媒体 他会怎么报道你 这些都是stakeholder's 所以只要是跟你有关的厉害关系人都叫做stakeholder 那stakeholder是会贯穿这本书 每一个chapter基本上就是在讲你跟每一个stakeholder之间的关系 然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会出现的一些摩擦 然后你要怎么去解决它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theories 比如说那个ate strategic radars 然后你可能会用pustle 你可能会用反正非常多 它会就是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然后你要去想他们之间这个stake 就是这个关联的关系 so all these things how do you tackle i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rse ok 然后再来 再往下推一层 就是这些ethics, reputation, CSR, PR, technology,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在你了解了stakeholder的这些单位 这些关系之后 你要想的就是ethics 道德议题 道德议题它会牵涉到的可能是劳工的权益 比如说包含人权 然后甚至是包含有没有工时的问题啊 同工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公司是不是合法的在经营 因为像我不确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case study 但是这个课用过的一个case study 就是Alcoa 美国的一个钢铁公司 就是他们是需要用最高的安全的standard 那个标准来保护他们的员工 那这样子是符合一个business ethic 就是虽然它需要负担很多的成本 很多额外的cost才能达成这件事情 但是它是符合这个对于劳工的道德跟保护的 第二个是reputation reputation我想大家应该很strap forward 很好理解 因为今天我们是大部分的我们是消费者的时候 你一定会去想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 你为什么要买chanel 你为什么要买christian deal 这些牌子是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reputation 他就是有名 他有这个声望的这个值得你去跟他成为business partner 或者是你想要购买他的东西 变成他的consumer 那这个reputation也是一个公司 它很重要 它很需要去manage 很需要去经营的东西 然后它非常的fresh as in 如果说只要任何一个不好的事件发生 就很有可能会对于一个公司的reputation 有很大的影响 and in turn 它要花很多的力气 比如说很多的钱 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 在做很多很正面的事情 才可以turn over the page 才能把它 翻回来 ok 那先跳过这个csr 刚才前面讲 reputation很有关的就是这个PR 就是public relations 你的public relations的公关团队 怎么去帮助一个公司 不管是拓展合适的关系 和合适的合作 甚至是跟对公司有利的政治人物 天上线 然后还有包含你的媒体上面的处理 这个都是PR 然后PR public relations 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reputation reputation也会影响到你的PR 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强烈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整本书 当然我们不会去cover到每一个chopter 有一些chopter还是会被跳过 比如说我看下个星期还是这个星期 就直接跳到19 chopter 19 反正你们一定就是follow 你们的老师上课的那个flow 你就是知道他会那样子选择 一定有他的意思 用意 然后就是step by step 按照他的那个 他想他规划的去做就可以 好 然后followed by PR and reputation technology technology是一个现在我们 就是like I think after 1990多少年 通常说如果你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 我们就叫做digital native 或者tech native 就是你是天生就属于这个世代 可能比如说电脑啊 smartphone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自然 就是出生就要会的东西 相当于类似这个概念 所以technology在business context里面 它也很重要 它会牵涉到的问题 有比如说privacy的问题 你的资料要怎么去保护 你可以收集多少资料 作为一个公司 你收集这个资料 有没有符合ethics 然后你拿到这个资料以后 你要怎么去使用 你要怎么去分析这个资料 是对你最有利的 之类之类 然后还有就是公司 怎么好好的运用technology 来做他们想要的 比如说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然后或者是technology 在扮演商业活动的角色上 可能是automation 如果它是自动化 还有可能就是你会减少一些准利 之类之类 反正 我觉得这一门课的好处 就是你的那个creativity 跟imagination 越丰富就越好 跟昨天的那个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不一样 它那个是你要follow 那些规则规范 你去写很多文章 可是这个课是你要有一点像 我们说你的历史地理 你很好 你就可能 还有就是对于 我不知道你们 要怎么讲那个课 like politics 跟社会学相关的资讯 知识 如果你很充足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课上面 你就会很容易 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可以去聊 好 but anyway 然后回来就是 再来我们讲CSR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特别是在澳洲 如果你第一次在Australia 念书的话 你可能比较没有 感觉到 或者你可能还不知道 就是澳洲人 他们会更强调 关于永续 关于环境 关于动物保护 关于社会企业责任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 他们比较 骄傲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会 我先不说他们有没有真的做到 因为这个还有带大家去调论 去debate 可是至少在我们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research的东西 你要表现出你是对这件事情 这个corporate social response 设计是很重视的 然后文字里面尽可能 你可能会在中后端的地方 你会带到关于永续 Sustainability 关于环境的一些 你的比较好的想法 关键是当然不会只有这些 因为如果你看那个context的话 那个目录的话 你就发现还有很多其他 但我是先提一些 这个课的重点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好 然后再来是 这是应该是你们的课本 他应该还没有换那个cover 但应该还是长这样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变成16、17th edition 但anyway 如果你还没有课本的话 那个UQ Library上面 其实是可以看线上的 就是免费 你可以看 然后应该不够你download每一页 可是你其实随时你想回去看 都是可以 而且你可以找那个search 那个关键字 然后如果你很想要有你自己的 那个ebook的话 我想你们在WeChat的群里面 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有 因为我知道 就是对大家应该很容易获得到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你们就问一下其他人 他应该可以 好 然后这个课我旁边放了三个icon 就是你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需要自己做很多的research OK 那个research它是一个有范围的research 我等一下跟你说范围在哪里 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范围 可是你找出来的东西 你要去符合那个criteria 然后再来就是你找出了东西 就找出了这个essay 找出了这个网页或者论文以后 你要去读它的最主要的那些内容 你才能挑出你要的材料来写你的报告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尽可能的去关注一些时事 对关注一些特别是跟社会经济脉动有关的时事 然后就像你们第一搜的时候 记得老师有随机的考你们一些问题吗 对不对 谁是那个就是美国今年底的那个presidential election的那个候选人 然后谁是prime master of britain 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简单 因为这个他平常知道 那有一些可能不知道的话你就需要去额外的补充一下这一类的资讯 然后如果你很不知道要去哪里找的话 你们可以提醒我我最后的时候我放在那个chatbox里面 给你们一些我自己平常喜欢学英文跟看新闻的resources 好然后讲完课本跟这个课会发生什么事以后 我们讲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你这学期要怎么通过这个课 那只要通过这个课就是你要做到这个作业把它写好 它的deadline是september 就是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又多一个星期 对应该五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五到六星期 反正就想它短一点因为你需要很快开始准备它了 它断了50% 如果你写得好 Let's say你写超过35分到甚至40分 你的期末考你的压力就很小 因为50分你就可以至少拍这个课 但你如果写得很可怜 很没有很好的话 你就比如说你只有写20分25分 你在期末考你的压力就会大 然后你又不确定它要怎么考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 而且你还要另外三个课 所以趁现在刚开始上课 然后你还会有一些时间 你可以赶快为这个作业做准备 其实你们已经要开始了 因为我看老师帮你们安排了一个 Planning your essay completion 它其实给你们了一个timeline 就是一个时间要follow的那个架构 你们就是我觉得甚至最好的情况是比它还要快 因为写完一份3000个字的essay 你还会需要很多的次 很多次你去重看去重新检查 才会让它更好 有时候你在写的时候会一直 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自己的思考的那个flow去写 你不会发现矛盾的地方 你不会发现写错的logic 错误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写完了之后 你可能隔一天你回来看 可能就会抓出一些key problem 或者你可以更好的话 你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看 而你不能给老师看 因为老师他不可以公平这样 但是你可以请你的朋友看得懂的人 他可以帮你看一下 有没有抓出你一些逻辑上没有写很好的地方 好anyway 那个是后面的事情 现在前面最先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从这五个题目 一个是跟AI有关的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关的内容 然后他说 How would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business effect stakeholders 你的你使用了AI 会怎么影响你的这些厉害关系人 然后第二个是ethics Is an ethical business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是不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公司 它就比较容易是成功的公司 然后你必须要在这篇论文里面 特定的举出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可能就是一个公司 它确实是符合了ethics 因而使它成功 right like so you actually have to do the research into it to get the real world example this thing is reputation 所以你的reputation 你的公司的名声名望是不是很重要 对公司是不是很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21st century why or why not 那why or why not 已经写在题目里了 你所需要想的就是 你一开始你的立场你的position 你就要想很清楚 你是要说yes or no ok 你就要讲你认为它是重要 或者它不是重要 这个没有绝对对错 可是你一定要在why or why not 两个已经选好一个 不能两个都写 因为这样子你的position 就很不明白 第四题是上个学期的题目 是跟性别提示有关系的 是叫做4 questions what ar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rguments used by organizations to dominate the basis of gender so this one is so tricky 我尊重喜欢这个类型议题的人的选择 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跟你们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好写 然后不好拿分数的题目 因为它太controversial 然后 对 我不是很不喜欢提这个题目 我是觉得它写起来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 ok so honestly 我上个学期有一个我自己的朋友 他修了这个课 然后 他是因为他太喜欢这个议题 他平常其实就读很多 可是他写完给我看的时候的第一次 我有一点没看懂 因为 太难去discuss这个strength and weaknesses ok 所以 如果你的逻辑你很强 你可以把它写好 那我一定很尊重你 你可以写它 可是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很有把握 在掌握好这个strength and weaknesses of this like controversial issue 的话 我觉得一个五十分之作业 你应该不想要拿这个风险 所以你就跳过它吧 你还有其他四个选项不好吗 right 然后第五个是 to what extent should government intervene to regulate business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consu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嗯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新的题目 因为我过去几个学期 我应该没有看到这个题目 但是 这个这个题目 也好写也不好写 是因为它说的是to what extent 那它是一个没有 没有绝对的yes no 它等于是一个 你要说到什么程度吗 那 等于你要在这个这个 essay里面去解释说 你觉得政府可以干预到什么程度 关于 关于就是 呃 去制定这些法规来规范businesses 它为了要保护社会啊 还有其他人的还有环境的利益 政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什么程度它是很很很抽象 right 那你就需要在你的论文里面去举例说 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你要很精确的去 呃 不管是题目的方向还是说你在找寻资料的方向 呃都会比较明确 呃 假如你你是一个还在就是想你想要选哪一个的 然后你有一点点不确定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你现在不是现在就是 听完课以后你去UQ Library打关键字 你打business ethics 或者你打business reputation 你的um like corporate reputation corporate ethics corporate and AI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你去把这五个题目就是完整题目里面有的keywords 你都打到UQ Library里面 你去看谁的资料多 谁比较容易写 这个你就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说 然后甚至是新闻也可以 因为像你如果第二题的话 ethics你是需要有实际的的举例嘛 你需要来举说哪一个公司它做了对的事情 以至于它可以成功 类似这样 ok 好 然后需要尽快 因为先天已经是16号 就8月16号 所以 嗯 对 我觉得最晚最晚 8月20几号前你需要决定好 然后开始你要收集好资料 因为相信我你9月会超级忙 因为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很快 可是因为我们总共只有12个星期 到13个星期这个学期就会结束 所以9月跟10月你就会一直变忙 一直变忙 一直变忙 绝对不会有比较不忙的时候 所以现在8月趁现在 我们赶快决定赶快收集资料 然后开始读它 然后不要的那个essay 就是可以跳过 而且包含我们还要做referencing 这些都会是 都会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事情 ok following这个essay的这个事情 就是一样所有的UQ的课 都现在你需要注意deadline 注意deadline的日期 注意deadline的时间 它是25号 然后你要看一下它是几点钟deadline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不得已 你需要压到那个deadline moment的话 你还是要就是小心那个时间 而且你也需要去查那个similarity report 你要看你的重复率有没有符合安全的方式里面 然后rubric 我记得在第一周已经给你们很清楚的assignment rubric 他有说他的前35%要看到什么 然后45%要看到什么 然后最后20%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做好referencing 有没有做好把writing写得很清楚 那他其实rubric已经把它要的东西都写好了 你们就是去看criterion and excellent 后面都不用看 就是看criterion and excellent 那两行 然后get whatever you can do to fit it 然后再来就是我讲五个比较关于这个作业比较细节的 因为我相信你们已经需要开始为这个作业准备了 是你要八篇至少八篇的academic reference 你需要至少八篇的学术文献 然后它是要来自这个abdc list OK 你们的part point 上面也有告诉你们这个australian business scenes console 他们认证的这些journals你们才是可以用的 然后尽量就是找a跟a star等级的 我觉得b跟c就稍微如果可以删去贴 你就不要 除非b然后有超级符合你需要 那你勉强用一下 否则我会建议至少就是找a等级以上的文章 在那个excel list里面都会有 所以就是找至少八篇 那至少八篇如果你要好的成绩的人 你就不会只有八篇了 对不对 你可能大概就是十篇到十二篇以上 会比较合适一点 尤其你要写一个三千个字的论文 我觉得其实找个十五篇到二十篇都不过分 对 好 然后 然后 具体 其实我觉得具体要总共要几篇 因为之前有学生问我 可是具体要几篇 你们可能更靠近的时候 还是要再问一下你们的主角 或者你们老师都不会有在那个guide里面写 因为以前就是如果是UQ的作业的话 我们是把字数出一百 所以应该是要三十篇 但是如果要求你们找三十篇essay 有一点夸张 可是是不是八篇以上就符合那个criteria 我觉得还需要讨论一下 所以你们要就是确认 然后第二个点是relevant SDGs 这个SDGs就是刚前面我们说了跟联合国的这个sustainability 有关的这个目标 它想要达成的是这个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然后它牵涉到的层面是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在你的写的这篇essay里面去表达 你也是认同它的这些query values 然后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去绕去重视它 所以也回到前一页的powerpoint 我们讲说第二题跟第三题会相对好些 因为它跟这个东西的链接也比较强 当然AI也是可以 但是AI会比较是跟technology有关 然后gender的话可能就是discrimination gender discrimination就是跟human rights 可能跟social well-being比较有关 有ethics 然后最后一个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我觉得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决定 可是你们可以去考量老师想要看到的这些东西了以后 你觉得哪一个题目适合你 然后哪个题目你想要花最多的力气去完成它 好,然后第三个东西是你的opening paragraph 这一句face statement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题目 你一定要写出一句很好的face statement 因为它会算是你这一篇工作业的第一印象 所以这个face statement 你可能打从一开始你就要先把它写好了 写好了你再开始写第一段 那当然你可以调整它 可是我觉得你的position跟你的你想要做到的 你想要在这个文章里面的主要的这个 你就是要把它定下来的稍写好的 然后this is clear writing 你都不用多说 你不管写什么作业什么语言 你都需要clear writing 只是像我前面说你需要少时间 可能是重新看你写过的一个段落 重新看你写过的一整篇 因为才比较不会有那些floor 有一些就是撞到不对的idea的时候 然后第五个很tricky 因为每一次学生问我说 我不知道怎么分段 尤其3000个字不知道要怎么分段 你比如说一段如果是写500个字好了 那你需要六段吗 那六段我要谁写前谁写后 这个技巧你们在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会学当你在写problem solving的时候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你们可能还没有学到它 就需要写完这篇了 所以如果你是第二个学期的人 你可能比较容易 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写 可是可以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架构 就是第一段是opening 最后一段是closing 就是conclusion 这两段你差不多抓大概300个字到400个字就很够 然后中间的body paragraph 就是这样是多少 2200 给中间的大概6到8段 看你怎么分 其实没有说你不能一段超过五六百个字 可是假如你一段太长 除非你里面有很好的example 很好的story 不然的话会显得很没有重点 所以在分这个顺序的时候 就跟我们在写resume 写履历一样 你越想被看到的东西 你要越往前面放 然后你的开头要开得好 结尾要结得好 因为那是 老师要改你们这么多作业 这么长作业的时候 他会更重视的东西 然后就是像格式 比如说他要求你的 如果有字体有行剧 有referencing style 这些一眼就可以看出对错的东西 绝对不能错 因为你如果连字体都没有挑好 你如果referencing都没有做好 老师的印象就是 这个人肯定内容应该也不会写多好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这个课的基本的requirements 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可以做好的这些基本的东西 你一定要先确认好 然后再来担心这个sequence 那sequence的话 我只能给你们一个很general 就是越重要的东西 越核心的概念你往前放 然后到了最后那个conclusion的时候 你把重点的重新的快速的paraphrase 过一次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那其实关于作业的东西 这个这么短时间 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很细 但是你们就是尽量的在你们的blackboard上 去看assessment folder里面 假如是讲的那些细节要去注意好 这个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做到 然后假如你有不清楚的话 我就很建议你们可以直接email 去问你们的juder或者是你们的老师 因为他可以告诉你更正确的答案 甚至是他就可能可以hint你一些他想知道的 他想看到的作业的样子 ok 好 第二个五十分来自哪里 就是来自最后这个final exam 虽然我们这个学情不会去现场考试 可是UQ还是可以做到就是一个限时考试的模式 他会是限定一个某一天的某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打开这份考卷 然后你要在这一点五个小时以内upload到tuneted 有一点像限时教作业 但是他就等于是考试的概念 他的时间会短到你没有太有办法去作弊 对 然后也 我不确定他他虽然说是25题mcq就是选择题 可是有的课他们会是这样就是老师准备的可能200题 每一个人拿到的25题是不一样 那有的课是每个人拿到的25题是一样 然后顺序不一样 有可能是25题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 对我不要 我觉得就是自己好好丢 然后自己去准备 因为你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我们就假设每一个人是拿到不同的25题 你需要自己去做好准备 好 那这个25题呢 如果你想参考的话 我在这一页有跟大家分享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去Library 然后你的这个Tool Bar 的Pathics and Papers 的Business and Society 过去我们每一年的考试的Tod A 都是选择题 就是MCQs OK 没有答案的 这个是你答案你可以自己在课本里面找到 基本上都找不到 对 然后就算找不到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技巧 就是你可以复制这个句子 然后到Google打下去 有一些机会 有一些时候你可能可以捡到有答案 因为会有其他不知道从哪里来 分享的答案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at least like 80% 你就可以在课本里是找得到答案 没有问题的 对 那反正你如果好奇 或者你担心 就是你烦恼 然后完前面那一篇Essay以后 你想要看一下选择题会怎么考 那就差不多是就是每个学期 它都是类似于这样的考题 然后 但是这个学期不一样的地方是 虽然也是25题 可是它在第一个星期我跟你们说了 它要考三题是 就是Current Affairs 现在时事 最近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三题不会来自课本 会来自于你最近看的新闻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 然后还有三题会来自第九周 嗯 第九周 不确定是几月几号 但是 应该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 就九月二十八到十月四号 那个时候是第九周 反正那一个星期你们上课的 那一个内容 会重要 因为它要从那一个星期出三题 然后那个应该是 不在课本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 选择题全对的话 你就需要多小心这个 然后再来 另外一个是 essay writing essay writing 大概会要求写个五六百个字 所以在分配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mcqs你大概抓 30到35分钟 最多了 不能超过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 你要好好的来写这一篇 大概六百个字左右的论文 不是论文 就是报告 小的文章 然后题目的形式的话 一样可以到就是 这个pastics and papers的part b 这个是part a part b 就会有一些范例的题目 我看一下 它part b的那个题目 就有可能是类似于 这样子形式的 然后你们可能是要写 五六百个字 因为它 但它的范围基本上 都是来自于课本的那个chapter 的大的标题 所以范围会比较 比较容易整过 可是也很大 因为它如果只考一题 你也不知道你要准备哪一题 所以总之就是 上课的时候多去听 老师到底喜欢哪些 哪些内容 你可能就可以 发现它的preference OK 好 然后我们回来刚才的slides 最后就是一样 所有课都是希望大家去小心这些作业的要求 因为after all 在UQ 你不会有人管你什么出席率 不会有人管你上课你是讲了很多话 没讲话什么 没有 因为你的成绩 尤其在business school 它就是来自于你的作业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最大的力气去 去在这些事情上面做好 当然我也很鼓励你们 你们上课可以多跟老师参与 因为那是你可以练习英文 练习你的critical thinking很好的方式 但是更重要的 你如果想要一个好一点的结果的话 你就需要在你的作业跟考试上面 用多一点的effort 好 然后一定不要吵息 不管什么课 千万不要吵息 一句话都不要吵息 你就是自己把它好好的写出来 然后ABDC的清单里 老师都已经告诉你要是ABDC 你就一定从ABDC里面去拿出来 然后除了ABDC以外 他们也很喜欢是peer reviewed 所以你在UQ Library打进去了以后 你搜寻出来的那一个research的结果里面 会有一个小小的标写peer reviewed 那样子的文章也是教授他们会比较 希望我们找的 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比较被 认同的文章 所以peer reviewed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指标 然后尽量按时停课 尤其虽然 怎么讲 我觉得现在虽然有recording 就是我们的政客 老师他们一定会录音起来 可是现场的时候 假如你有问题 你直接问那一定是更好 因为老师有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比如说我现在在讲 我觉得我如果miss掉东西 你们问的话就很好 可以弥补我没有做好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实时的在那里听课的话 会有一些很好的好处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这样做 然后差不多 目前这个课先就是讲到这边 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也会找一下 我刚才说我要给你们看 我去哪里看新闻 所以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开你们麦克风 然后或者打字都行都可以 老师我想我想问一下 就是考试时候不是一般会有那种case 然后就如果说当场那个case 看不明白可怎么办呢 那什么case 就是他不是最后会有什么那种 就是他的那个小的case 他会有一些case吗 考试吗 可是这次应该没有 这次就是25题的选择题跟一题的essay 就是没有case的那种了吗 应该是没有case 我看到的你们的考试好像没有essay吧 应该没有 不是没有assay 没有case study 不是没有assay 不是没有assay 没有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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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这个 他说oneassay topic based on the key issues raised in the course 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担心 他不会靠你一个看不懂的case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学期的话 不管也不一定这个课 不管是不是这个课 你看不懂你都是可以马上查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害怕 也应该很难看不懂 就是不是很难看不懂 应该怎么讲 就是你你等于是open book 你是open laptop 就是你可以 所以是他 对是可以的 这个刚才我分享那个是澳洲国家的和澳洲的央视吗 类似 反正就是他会有最多的关于澳洲跟国际的新闻 然后还有 老师就是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是更关注于就是商业方面的消息还是说社会方面的也可以关心一些 当然都可以 都是行 你有时间你就都看 当做练习英文 但是最关心应该还是商业跟经济活动有关 你比如说 像是 就是我觉得你们很容易可以从老师上课的那个flow去知道他想要知道什么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老师可能他还蛮喜欢去关心一些政治人物 他对那个举例的题目 第一题是Trump 第二题是 第三题是 那个 Johnson 第五题是 President Xi 所以你看他 他是占了一半跟politics有关 然后他也会 像比如说他讨论Amazon的老板Jeff Bezos 然后 嗯 对总之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你一定要每一篇新闻你都看你才有可能把它写好 而且那是一个习惯 而且有时候你不经意的你去读到一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得上 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课用得上你也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你可以举例的话你写到那个论文里面 对 Oh sorry 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 最后 六百字 是要一句 他应该是 就是他老师题目出出来了之后你看他 是什么样子的题目来写 就是这样的 我不确定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 我们可能 不会一定是某一个 单一个 可能是 总之他会是 可以啊 其实可以 你就在家考证 不会有人管你 你可以看书的 如果你来得及 因为你总共只有1.5个小时 你需要教 所以 可能 可能那个时候你要找书有一点感 可是你自己要很知道 比如说 Let's say reputation 是第七 第八个chapter 然后 十五 十六chapter 是consumer 类似于你已经知道这样子 那你看到题目是这两个有关的 你立刻翻开它 你就 不是自动提交 你要自己提交 可是 时间到了是你不可以教 就是 对 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system 它会自己 就lock 所以 有一些 课其实老师会给你们一个buffer 就是 大概30分钟 可是不是每个课有 所以你们要 自己一定要注意那个时间 教的时间 最好是close的前两分钟到五分钟 你就要教 才比较安全 我会觉得五分钟前你们就开始想办法把它交上去 因为应该不会 除非你在的那个地方网路真的很可怕 但是基本上不会太大问题 对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巨大的问题 你赶快screenshot 你赶快你需要 有所有可以保护你自己的证明 然后到时候你才有东西跟老师吵 跟老师去申请 看有没有机会弥补 可是 因为 我觉得这边的老师 会 都把我们当作是一个 绝对的一个大人 所以 他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你自己需要承担 需要做好 所以 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深入的理由 对 然后 还有什么 管道 其实除了澳洲的新闻 比如说BBC CNN 这个也都可以 然后 我刚贴了两个 还有什么Channel 9 Network 10 这些都是 都算是我们在澳洲每天会看的一些管道 对 然后 我刚前面还说我要讲的什么 我先 就是 关于Business & Society的东西 就是讲到这边 然后 对 如果你不是在现场听课 你现在听recording 你有问题 你就到那个WeChat里面问 然后 有机会或者 可以回答的 我就 回答 对 那我就先 到这边